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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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 你一下去煮的時候 它集中 麵就照出來 你如果沒有家庭的位置 你這些芝麻下去 換這些芝麻不會燙 對 這個裡面 對不對 這煮菜米 你菜米都有說 拌下去就水燙到你了 對 然後就把這個倒進去就好了 是 我們在這裡以此類推 我們也真正在節目裡面 跟觀眾朋友說 紅豆子在豆子拿去薄薄薄薄的 有沒有 冷凍 提凍一煮 就給紅豆子拿去豆子 但是那些都不夠了 所以我們煮的芝麻 媽媽一樣用這個撇薄 下去煮紅豆子用米酒去拌薄薄薄薄 讓粉的加一煮出來 紅豆子放進去 用這個來煮 用米來煮 是 好 你如果要煮藝林的話 藝林跟我們下火 要加一鍋比較強 好 這都可以做參考的 媽媽 現在煮好嗎 現在這樣是不是水水 是 這樣水水 來 下去水勾起來 對 來 我現在 大大煮一湯煎就好了 馬上勾芡 真的耶 這樣就有感覺 真的是勾芡的感覺 所以像很多我覺得 在外面餐廳有時候吃紅豆湯 你就會覺得好像有加了 什麼米漿 還是一人漿的感覺 沒有那麼紅 這裡會滷溜滷溜 對 這裡會滷溜滷溜 滷化效果 對 這裡會滷溜滷溜 對 馬上就有感覺了 有 對啊 尤其說 尤其我們家裡有老大人 真的要吃那個顏色 那個顏色 你就可以比到這種模式 但是會記得 米酒拌下去 你要記得 不然它冰底 它跟台北粉不一樣 冰底很快就炒火燙 來 這樣就好了 你看 你看 就有那個勾起來 那個泡泡不一樣 對 來 如果媽媽現在會將衣服 以前用米酒也是這樣 對啊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吃了 真的耶 而且米香味十足 很煮 煮到不行 來 喝一口 清作 這樣 這樣攪到有感覺了 來 用湯匙 用湯匙 燙喔 好黏嘴喔 是 你看 您這個按 好啊 來 媽媽來 我們家裡看旁邊這樣 看來看 這樣就好了 好甜喔 絕對沒有餅團用太多粉 絕對不一樣的感覺 真的要喝這個按 是 是 陳媽媽 果汁先拿出來 把生米打成米漿 對 這樣就可以煮出隔夜飯 但是呢 就好像現場煮那個效果 對 生米的效果 還有一種的祕訣 你也可以煮菜頭拿來 因為 菜頭吃泡肉拿下來煮 必頂的 然後 不是用這個米漿下去勾芡 冷了以後塑形 明明切切的 餅菜頭粿 就這麼簡單 還有這一招 好不想再繼續做 謝謝 OK 等一下